各位观众晚安 还不及反应 律师节大会抢功法界选票 蔡英文才刚讲完话 准备往台下走 夫人从人群中突然串上台 紧抓住蔡英文的手 还挡住蔡英文不让她离开 夫人的举动让蔡英文一脸尴尬 不过一旁的随护也没有及时反应 旁人怎么劝阻 就是按捺不住夫人情绪 担心情况失控 蔡英文从奖排的另一侧走下台 不过夫人就是不愿离场 这时保全人员才进场 将夫人强行驾离 证明夫人自称中国籍 患有子宫颈炎 和医院有医疗纠纷打官司 医师获得不起诉处分 因此选择这个场合来成行 不过夫人却可以进入 维安管制的场所 还进去和蔡英文肢体接触 显示总统参选人的维安已经出现漏洞 这可能就是同仁可能临场 没有办法及时来回审反应嘛 那有检讨空间 有缺点我们还是检讨 目前蔡英文由警政署负责安全工作 配置四男两女贴身随护跟着跑行程 加上地方警力 一次有十个人负责蔡英文的安全 不过这次状况突然 随乎来不及反应 警政署坦言有改进的空间 而担心维安又出状况 总统马英九抵达的时候 维安人员很紧绷 担心有人趁机呛瞎 马总统到场时 现场大放摇滚音乐 盖过台下的声音 整个致辞的过程 维安人员站在台下严加窃备 这是不能靠近讲台一步 上个月二十三号 马总统前往高雄佛光山的时候 差点被不明人士袭击 时隔不到半个月 又传出民进党总统参选 参与人的维安状况 负责执行的特勤中心和警政署 有必要好好的检讨维安机制才行 吉尔林健身赖世杰台中报道 而大选逼近 退役教领系统也开始动员了 由前陆军总司令陈振香 在九三军任节发起的 军容卷同心停马后援会 毛总统也亲自参加 有将近二十位退役上将 包括前协院长郝伯村等 都全力停马 对于清兵党主席宋楚瑜的动向 他们也公开喊话 希望他别做出轻痛愁坏的事 停马声不断 九三军任节退伍军人体系 也发起军容卷同心停马后援会 近二十名退役上将参与 包括前行任务院长郝伯春 和曾经挺送大驾 黄信强等人也都全部到场 走投马英九也现场授旗致辞 用力顾票 更不忘重申 两岸交流的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 在现场之下 两岸不同不独过 然后在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推动交流 让两岸有更多的机会 了解对方的一切 对着退役降临喊话 马英九得到高度支持 但亲密党主席宋楚瑜 可能投入总统大选 也让出席的退役降临感到忧心 包括玄陆军总司令 陈振湘和郝伯春 也公开喊话 我们相信宋先生是有智慧的 他绝对不会做 轻痛愁快的事情 除了宋楚瑜的动向 引发退役降临反弹 另外前国防大学校长夏银舟 先前曾经附中传出试炎风波 马英九当时也以错误痛心来回应 但今天夏银舟人到场相提 马英九离去前也和夏银舟握手 还握得特别久 选战逼近 退役降临和退役系统的每一票 都不能少 而被一上将前退府会主委胡政福 也选在九三军任节这一天 宣布以无党籍的身份 投入桃园县第六选区立委选举 创下退役上将参选区立委的首例 由于民进党在当地还没有提名参选人 会不会跟民进党合作呢 胡政府强调自己是独立参选人 绝对不会接受民进党的资金 而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孙大千则表示 和胡政府是多年的好朋友 尊重他的参选 前退府会主委胡政府宣布 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桃园县第六选区立委 曾经担任陆军总司令 现为备役上将的胡政府 撞下备役上将参选区立委的首例 我选这个时间 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来宣布参选 一方面 我希望将来我不要有政党的束缚 前清明党立委刘文雄 前红山军总指挥施名德的太太陈家军和前台联立委 现任民进党籍的黄宗元等跨党派人士到场祝福 黄宗元的现身也为民进党和胡政府的合作空间留下了伏笔 我们党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候选人 那么我相信我们民进党绝对会全力的来支持 无党籍的胡将军 由于民进党在桃园第六选区中立八德大西和复兴乡 这些蓝大鱼绿军券票比较多的区域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会不会寻求和胡政府合作 胡政府再次重申自己是独立参选人 胡政府强调日前他到民进党中央纯粹是巧合 只是准备和老友黄宗元一同搭车回桃园 胡政府表态不会和民进党合作 未来也将正面挑战多年的好友 先任国民党立委孙大迁 胡政府的参选也为桃园第六选区投下一枚震撼弹 民进党未来是否会提出新的人选加入政局 民进党中央表示还要再评估 记者林鑫 雪正俊台北报导 而国民党今天也进行中常委改选 选出三十二位中常委 均有劳工身份的前台电劳工董事姚张玲 以一千一百零四票最高票当选 不过由于这个选情不如过去热烈 各界的焦点还是放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是否参加二零一二总统大选 国民党举行中常委选举全国一千五百多位党代表 要在三十八位候选人中选出三十二位中常委 依照不少候选人就在投票所外败票争取支持 最后结果揭晓具有劳工身份的前台电劳工董事姚江玲 以最高票一千一百零四票当选中常委 前立委洪玉清与台开董事长邱富生分裂二三名 第四名是一九七年生的年轻世代 现任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的谢昆宏 而妇女身份的立委杨琼英则排名第五 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总统马英九 也赶在总统公务行程之前一早前往投票 不过或许由于这场选举竞争者不多 而且知名度相对不高 选情较为冷清 媒体反而比较关注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可能参选二零一二总统大选的话题 大家都是这么久的老朋友 反而不方便说什么 我只期待也相信了 他有足够的智慧跟经验 最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是期盼 大家以大吉为重 可是现在他们也说 联署充过百万的话 那就会参选 这样还有合作空间吗 我们尊重好不好 我们那是以大吉为重好不好 谢谢 曾任亲民党不分区立委的 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则认为 宋楚瑜是否参选下届总统 应该还有缓冲空间 他相信蓝营高层有很高的智慧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不要让支持者对于蓝营分裂危机感到焦虑 记得张雄 陈青龙 刘汉玲 台北报导 北北级联策明年确定停办 为了解除家长的疑虑 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新自主持说明会 与一千多位家长面对面 一开始他又再次盗窃 教育职也找来新测中心人员 帮家长事宜 不过听完说明会后 还是有家长表示很不放心 亲自主持基北区学生参加全国基策的说明会 台北市长郝龙斌与将近一千一百多位家长面对面 对于连策无法续办 他先向家长说抱歉 对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给学生还有家长在造成的很多的困扰还有不便 在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抱歉 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也非常的抱歉 郝龙斌说勉强接受教育部的决定但也要把冲击降到最小 才会专程找来台市大新测中心副主任曾芬兰来说明 但曾芬兰努力讲了一小时又十分钟 解答了家长的部分疑惑 但也有家长还是无法放心 虽然还是有家长不满孩子成为白老鼠 但这场说明会的气氛还算平和 而教育局也表示 明年将要求国中辅导团成立基策小组 检视出题内容 确定考题没问题 让家长和学生放心 现在是沈志明台北报导